大火熊熊的烧不论白天黑夜都不停止 这把火的位置位在中亚土库曼 一处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地方 四十多年前土库曼的绿洲出现了这一个直径达一百公尺的超级大洞 吓到当地的民众 再加上这永远不灭的火 地狱之门的传说不进而走 绿洲的美景加上乡野传奇 不仅科学家想前往一探究竟 更让这里成为观光圣地 地狱之门其实在瓜地马拉也有一个 去年当地暴雨不停 出现了一个直径三十公尺 深六十公尺的大洞 原本地面上三层楼高的工厂 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地狱之门现象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观察 是环境破坏与资源浪费造成的恶果 土库曼总统于是计划把地狱之门给填平 这对喜欢亲眼见证奇闻的观光客 实在是觉得太可惜了 中文新闻李一婷报道 我还没看过不能填平 我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看这实在太惊人了 立冈怎么可能有一把火烧四十年烧不停呢 最重要底下它有甲碗 有甲碗有瓦斯在底下 它底下是一个地层 因为土库曼这个地方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 以前在前苏联时代 他们那个地方常常甚至就是瓦斯 就是甲碗会出产 它甚至就有管线 埋的管线很长 甚至就一直埋到欧洲 像欧洲冬天的时候 它很多有供暖的设备 都是靠一些瓦斯在供应的 尤其像中亚地区的 许多地底下 像石油瓦斯的库存量都是非常的大 可以看到这个井的话 它其实周遭像一个沙漠的井 但是当时应该是在人类探勘瓦斯的时候 去挖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挖到然后哄一个这样烧啊 就点了火就烧起来了 然后不会起 点了火烧起来 因为它一直有源源不断的瓦斯在供应 所以这个就变成它一直烧了40年了 不过刚刚看到SOT里面在讲到说 这个总统想把它填平 我那时候脑袋里马上一个想法就是 要填平它干嘛 最重要当然就是要保存这个瓦斯的量啊 现在的那个瓦斯的价钱涨的这么多 石油价钱涨这么多 瓦斯是不会烧的烧的烧没了吗 不会的 烧了40年都没有没 它这地层底下的含量多 所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意思吗 还是会有枯竭的时候 烧到最后它整个地层底下的瓦斯的库存量少的时候 就像我们地下水 一般像是加南平原 大家在抽那个地下水 有没有发现抽地下水后来会干嘛 地层下陷 对对 为什么 因为底下的那个含水层 它的水层的水开始被抽光的时候 那当然地下水跟瓦斯不同 因为最主要甲碗这些东西 在地底下你抽光或者是石油 你抽光就没了 那一层就空掉了 但是呢 这样我们的地下水的话是 因为有水会渗漏进去 还可以再进到地下水层 这是状况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超抽的结果 就变成说它地层下 那这里也一样 这边的瓦斯的甲碗的量 它在燃烧之下 它表示说它底下的含的量非常的多 所以可以烧40年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今天就这个经济价值而言的话 你不把它填平掉的话 那以后这个继续燃烧下 当然也是一种自然资源的一个浪费 那当然对国家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收入的一个损失 那么尤华兄 这个土库曼这个国家 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很特别的国家 它的地质有什么特别的等等等等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吗 土库曼就是金庸笔下 还有汉武帝 汉武帝到那个 汉武帝到大渊国求汉血宝马 这个地方是盛产马的地方 然后土库曼那也是 那我先讲这个地狱之门 这个地狱之门 我们必须讲是 过去前苏联的一些专家 他们去探勘地质的时候 就是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瓦斯资源 那丰富瓦斯资源他们意图开采的时候 突然碰到塌陷 碰到塌陷以后就形成了这个现象 但是有没有开采的价值呢 他们是认为是没有什么开采的价值 所以才会放到那边 让它不断的燃烧 但是我们第二个 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所谓的地狱之门 大概全世界它有七个地狱之门 全世界是有七个地狱之门 都这么壮观 我跟你讲 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就包含了四个 因为中亚地区它有诺亚方舟 诺亚方舟在现在的土耳其 有人讲在现在的希腊 或者有人讲在现在土耳其 跟伊拉克的交界处 一个是诺亚方舟 一个是土库曼 还有一个就是雅丁湾 雅丁湾也是 就是说隐形舰队的所在地 就是美军最近也要 把那个第一代的水下隐形舰队 它部署在雅丁湾 所以他们有那个七个 七个就是还有一个是马里亚纳 还有一个是布达拉宫 南北那个南极 就是说有七个地狱之门 我们看这七个地方 不是地势险峻 就是处于沙漠地带 就是深海地带 就是洪水地带等等 不然就是海盗盛行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去探讨这个地狱之门 这个地狱之门是不是通往地心 还是说因为物质的力量 它可以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 土库曼的地狱之门 土库曼的地狱之门坦白来讲 它下面的瓦斯还有一个 我们不要忘了 21世纪的能源地区 就是现在的中亚一带 那换句话说那个地方过去 也是恐龙盛行的地方 哇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社长我们觉得很壮观 我也觉得说我好想要去那边看一看 所以别疯啊别疯啊 但是呢如果说你就一个 比如说环保来讲 一把火拼命这样烧 有没有什么环保上面的伤害 对地球的伤害 确实是相当可惜啊 这个洞我要先讲一下 这个洞它其实燃烧是从1971 当时土库曼还没独立 还是前苏联的一个邦年 那当时土库曼那个 算前苏联 前苏联科学家去挖的时候 本来是地质探勘 结果塌陷 产生这样的 这个洞其实直径很大 直径大概100公尺有 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 而且他们在形容它里面很深 深不见底 深不见底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联想 我们看那个电影地心探险记 地心探险记通常会有一个洞 底下有一个岩浆要冒出来 通往地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取这个叫第一之门 那你如果从1971燃烧到现在 真的是40年41年 但很可惜是刚才立刚有在讲 地球有很多丰富的资源 但你资源这样一个燃烧 一个天然气这样燃烧了四十几年 它基本上形成一个浪会 但是它替土顾办理有带来观光之眼 其实有很多人跑到这边来看 你看它很漂亮 夜景在沙漠里面这样的一个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所以后来总统就说要把它填平 那这样第一之门 其实我们可以讲 刚才有特别提到 地球上有七个第一之门 其实中国有一个昆仑山那边 有一个第一之门 那我们知道第一之门通常 它其实是一个矿产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这边是天然气 中国昆仑山那边底下是铁矿一堆 所以它们会 为什么会产生第一之门 中国昆仑山那边会导电 会有经常雷集 因为它底下铁矿太丰富了 经常会导电 所以那个地方牛羊 他们矿木的人说 那个里面牛羊二十 也不让它进那个昆仑山的第一之门 因为进去经常被雷集雷劈 真的喔 地下太多铁雷就会劈 对对 所有很多第一之门 那第一之门其实就是地球矿产很丰富 不管是天然气还是其他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其实不只是这个地狱门 不是地狱之门是一个大火洞 这个湖里面 如果说我们刚从天上讲 地上了 你只要水里面去的话 水里面还有水怪来的 马上回来 刚才有话先有讲 全世界有七个这种神秘火坑 对不对 那在台 好像没有讲到半个在台湾了 那我们去台湾 上次带我们去姚明山 不是也有那种在冒烟的 那个不一样 台湾有没有那种大火坑 台湾有坑啊 像那个小油坑那边也是坑 不过那个坑不一样 那个不是喷火的 那个主要呢 然后冒烟 那个就是硫磺 硫磺性 因为 阳明山现在也证实了 是火火山 不是修火山 是火火山 倒是讲到这个坑啊 我们讲一个坑 大家印象深刻 有没有去屏东玩玩 到屏东有个地方叫出火 有没有看到 可是两个人大小差很多 放两张照片给大家看 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地狱之门的人 两个人站在这边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出火就这么小一点 人你看这么大 所以可以看到两个把它比一下 我们就可以比出来 同样是在出火的状况 但是呢 这大小可就差蛮多的呢 不过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这个什么太阳烈焰风暴啊 地上有这个火坑啊 如果说到了这个海边啊 这个社长还出现什么什么 一些也是一些印象 长得怪怪的东西 叫蓝色的眼泪是什么东西 对 那是在马尔蒂夫的一个瓦渡岛 那个网路上 我公布这样的一张照片 你可以看这个在海边 那个整个是像蓝色的晚上啊 像蓝色的荧光 很漂亮 那这个后来有人在讲说 对 有人讲说这张照片 好像是在澎湖的江金鱼拍到的 感觉好像沙滩上的萤火蟲 对 那其实它是在 那个马尔蒂夫的一个瓦渡岛 那马尔蒂夫因为这个地方 在讲说 为什么这边会有蓝色 晚上像蓝色这种光影很漂亮 因为它 这边有一个叫双边茅藻 双边茅藻会发出这种蓝色的冷光 那为什么会发出蓝色的冷光 现在还是一个米 不知道 反正它发出来就很漂亮 马尔蒂夫本来就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所以毛藻的意思说这是植物不是动物 是这个意思吗 藻类也算是海中的藻 其实在地球上我们看 其实马尔蒂夫这个瓦渡岛以外 日本的护山湾也是一样 日本护山湾你看这张照片 它这边有那个荧光乌贼 那种乌贼它身上表面 它晚上可以吸收那个月光 然后变成那种冷光 冷色的蓝光四出 所以这种冷光它在每年的那个 日本护山湾在三月 三月的时候就会出现 它整个海岸就很漂亮 你看这日本护山湾跟刚才那个马尔蒂夫很像 它每年三月到六月 这种乌贼它产卵的时候 它的卵一样带有这种表面的膜 那这个膜就会吸收月光 就变成这种蓝色的很漂亮的这种蓝色海岸 所以日本护山湾跟马尔蒂夫其实都看得到 只是花光的源头不太一样 可是立刚日本人不最喜欢吃撒西米 如果这是海里的什么乌贼套区物来的话 会不会拿去吃啊 不过当然要看啊这个东西它里面本身还有一些荧光剂 我觉得人吃的 荧光剂都来了 人吃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啊 就像那个大家记得吧 那个龟山岛 龟山岛是火火山 刚刚跟友华还在聊到是火火山 龟山岛旁边底下有什么 很多那种红的小螃蟹 但那螃蟹没有人要抓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底下海底 我刚刚倩妮也讲到山上冒坑那个硫磺 那个螃蟹就吃那个硫磺气体 所以那螃蟹本身有毒的 所以渔民出海去到那龟山岛绝对不会去抓那些螃蟹 所以友华兄有的东西看起来美 有的东西其实毒在里面你不知道 甚至我们在看到海滩一些什么什么怪东西的时候 有可能它是会杀人的或是什么地狱 刚刚看到地狱之门还有地狱怪兽 地狱怪兽就是各位看像那个这张照片 这个是美国加州 但是这种动物它通常都是 真的长得好恶心 它通常都是因为地震 只要那有地震的话 从日本台湾到美国加州 上次美国加州大地震 而震出来的一些动物是我们 动植物我们根本是不了解的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这种动物 它都是在深海里面 就是马里亚纳海沟最近电视台都有拍到 就是有很多的生物是我们 截至目前为止通通不了解的 马里亚纳海沟是我们所深入地上最深的吗 而且是地球上地壳最薄弱的地方 地球上地壳最薄弱的地方 如果外星人真的要攻击地球的话 一定会先打那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地壳最脆弱的地方 那它如果攻到那边会怎样 冲到地心去了 然后就是大概会撞到地心 然后让你偏走 地球已经是23.5度的偏走 如果再从这个地方一偏的话 它会这样子 那以后就看不到赤道 那以后就是我们真的都倒着走 是这样吗 我们大概就会倒着走 有一种讲话 因为海里亚纳海沟深入海底 大概一万一千多公尺 那太深了 所以它地壳刚才有来讲地壳很薄弱 如果你把那个核子弹性在那边买个几颗引爆的话 地球会从那边裂开 有这样的讲话 毛起来柯麦隆也有NASA的这个工作任务的下去 买这个炸弹了 不过呢 这个博士底下还几一万几千公里的地方的海里 还有些什么怪东西 所有的人类对海洋的生物其实了解非常的少 最近因为地球的软化还有整个气候的异常 一些怪物慢慢慢慢跑出来 我给各位看一个也算外星的一种 就是人跟爬虫类混种的 人跟爬虫类混种 就是爬虫类人 那在中国古代的传说当中的 胡锡士跟他的妹妹女窝 就是一半人一半爬虫类 这不是像我们上次讲人鱼 一半人一半鱼 爬虫类的人他算人还是他算爬虫 他是爬虫类人 好烦喔 像南美洲的蚁蛇神 传说中的蚁蛇神 蚁蛇神 蚂雅传说中的蚁蛇神 它也是那种人跟 所以人类的记忆里面都有爬虫类 那这一些人跟爬虫类的混种的生物 在最近慢慢慢慢出现 因为基因工程的关系 然后奇怪的生物从海底一直浮现 然后永冰城因为地球软化 然后以前的古生物慢慢跑出来 包括低等高等通通都有 所以可以省见未来 生物学家也是动物学家 有的忙 因为这些生物学上分裂完全都没有了 可是为什么一直跑出来 人类不知道 所以友华兄 照刚才博士这种讲法 有的是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一定是现代人类去改造的 有的又是古生物 就是现代生物跟古生物在海里大战就是了 应该这样子讲 如果地球上面再发生巨变的话 不管地球的生物或者外星的生物 都是同时候都会归于毁灭 那我给各位看一张照片 大概大家就了解 这个是火星上面的照片 各位晓不晓得 这一张陨石坑 各位看一下 287公里 公里 287公里 深大概2公里 所以你287乘上2 576平方公尺 这是地狱之门的二三十倍这么大 比地狱之门大概是 多200倍 200倍 多将近200倍 大概整个台北市的三分之二 跟这个陨石坑一样的大小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叫做地狱之门 各位看看 这个经过火星撞击以后 你看看它是不是条路分明 然后跟时损时间啊 等于跟那个科斯特地形一模一样 那未来只要发生星际大战的话 大概人类的地球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说星际大战 外星人发动武器 搞得一倍劈他 就会往我们的地上 杀出那么大力量的动作 对 恐怖恐怖 但是我们可能有更多什么爬虫 什么都跑出来的